世事难料,儿子出生最后天愁 为了儿子受尽生活的折磨 家家有本难免的经历 家事通过,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南京市七辖区西洋红调解工作室的郭凤平主任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姚刚的妻子小玉从娘家给接了回来 为了接儿媳妇回家,公公婆婆特意买了一个空调,表示她们的心意 不过您可能想不到,这买空调的钱啊,可是郭凤平借给她们的 而且就在我们节目制作的过程中,记者接到消息 郭凤平已经给小玉联系了一家饭馆,很快就能上班了 郭凤平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前前后后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还有一家人,她的调解工作做得更彻底 因为这家的女主任啊,只要一见着郭凤平就哭个没完没了 那这一家子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1998年,郭凤平跟着丈夫从安徽来到南京打拼 在南京安顿下来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 然而,儿子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位新妈妈带来一丝的欢乐 相反,从儿子出生的那一鹤起,郭凤平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刚生了孩子,又遭受了这样的打击 郭凤平本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但是,丈夫却出口伤了她 口口伤害的责怪刘红梅给自己生了的没有耳朵的儿子 丈夫外出打工很少回家 刘红梅经常独自一人带着孩子 她整天忧心忡忡 因为医院的大夫明确告诉她 将来孩子很难开口说话 然而,在儿子六个月大的时候,儿子突然做出了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让已经绝望的刘红梅惊喜若狂 我想买个咬骨看看,我小咬给小孩看看 玩玩,我就是有微种的就买个咬骨 刚才喝了一些咬,他走上头找了 我才知道 那个时候肯定是,我肯定有爱的 不然,他都不会找骨的 那个时候特别太心 肯定那个时候,我直接奔起来了 哭,我肯定有情 不然,我肯定咬骨的时候就这么晒草的 有听力就有可能会说话 刘红梅高兴之余 每天趴在儿子的耳朵旁教她说话 虽然儿子的听力十分微弱 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儿子终于开口说话了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年 刘红梅一家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夫妻俩为此整天争吵不休 丈夫气急了,还经常被刘红梅动手 原来,瞬眼间,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有后面觉得,自己家的儿子虽然听力比别人差 但是,在学业上坚决不能落在后头 然而,刘红梅的丈夫却另有想法 与其把钱花在学校里,不如攒起来给儿子做手术 等儿子有了耳朵,再去上学也不迟 上学,他不是还要花这个钱,花那个钱吗 剩下这个钱,然后就给他做做手术 要不然这个耳朵,某的耳朵去了以后 那家人讲,就妈打残疾 两个人开始是因为孩子上学的事吵架 发展到后来,家里发生的任何一点小事 都会成为他们争吵的导火索 刘红梅觉得痛苦极了 今天买东西的钱没有了,明天一二年没有了 他跟一些话堵着了 这几本啊,天天到家 儿子六岁该上学了 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耳朵 将来在学校里肯定被人欺负,让人笑话 而且这一上学就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 哪还有钱给儿子治耳朵呢 可是刘红梅觉得要给儿子治好耳朵 怎么着也得二十几万元 以夫妻两个人现在的收入来看 二十多万元无疑是天文数字 难道就因为这个不给儿子治耳朵了吗 儿子没有文化又是残疾 以后的日子不是更没有希望了吗 刘红梅和丈夫的意见不合 自然是天天吵架 有时丈夫要是吵极了 还动手打他 刘红梅从小就是孤儿 他犀利的苦啊 都不知道能跟谁说 幸好有一天 他碰到了郭凤平 几年来 刘红梅一直在街边经营着一家小卖店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 刘红梅隔壁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这一天 郭凤平又去给他们调解 下午两点才结束 刚出去正好路过刘红梅的小卖店 这条件累了 我拿个办法给他坐一下 其实我根本他一开始认不着他 后来坐下着呢 他看我 就个心情不好的 问他什么 所以一般有很多时间 我也不想讲一下 但是刘红梅眼见着这些日子以来 郭凤平为邻居的事跑来跑去 觉得郭凤平特别热心 也许他真的可以帮助自己 于是在郭凤平的一再追问下 刘红梅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心事 他看我坐在来 也就跟上去 他讲什么事的 他问我 我就讲你小孩多说这块 长了以后呢 他呢就哭 我说你哭的干嘛 他说给他差不多 我比他喊苦 就这样子 听了刘红梅的话 郭凤平觉得孩子还是应该先上学 于是他随即找到了刘红梅的丈夫 准备做做她的工作 刘红梅的丈夫觉得 如果儿子长大了 耳朵还是那个样子 就会被周围人笑话 大人和孩子心理上都会有压力 于是他在工作之余 四处到整形医院打听情况 郭凤平觉得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 孩子在南京本地做手术就行 与其把钱浪费在路上 不如让孩子边上学边做手术 为了孩子多想 郭凤平还是一次次的往孙红梅家里跑 我说你这不是去大了什么 你这样的你到六岁才能搞的 六岁才能搞 小孩幼儿园也不上 其他也不上 你这一个字都不是 小孩以后还能盖上 可是家里就这么点钱 况且如果孩子上学期间做手术 不还是读不好书吗 因为他多得停了多得停了 他怎么多年这个数年 我就简直要跟他 多数的这个一起做 他一三年就不多数 钱苦一点钱 跟他手术做出来 手术费用那么大 等做好手术再去上学 一点都不切实际 郭凤平有点着急了 后来以后我就讲 我说越是残疾越要得上学 上学他有了水平 以后都能扩下 我说他自己也可以把握他搞起来 不要你的钱 不就姓梁妈 你不培养小孩是不行的 我说你现在你看 你连你名字都不会写 你以后再见你小孩 在名字再不会写 后来以后呢 家里对他说 实际哭哭 到时候到那边申请 你连个申请标都写不起来他讲 你要多多可怜 他要讲讲你就哭 刘峰梅的丈夫 终于被郭凤平说动了 可是外地务工人员 在本地上学很困难 尤其他们的经济条件又那么差 上学更不是件容易的事 郭凤平答应他们夫妻俩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 让孩子有学上 于是他找到了 和他交情不错的一位校长 郭凤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刘宏梅和他的丈夫 当他们听说学校一分钱都不收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肯定开心 因为我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我不要你 我没有钱你帮我这么大 我心里不更舒服吗 学校免去了孩子的一切费用 他们用那些多年来攒出来的钱 给孩子做了几次手术 现在孩子的耳朵已经基本成型 他终于可以在学校里 无忧无虑地读书了 其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 一直是郭凤平关注的重点 他觉得这些人为城市建设 做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他们的子女 要么是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 要么是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上学成了最大的难题 十几年来 郭凤平通过各种渠道 帮助六百多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进了学校或者是幼儿园 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帮助这些孩子上学 还有一个孩子是南京本地人 小小的年纪却整天担惊受怕 不过他担心的可不是没有学上 他害怕是因为 他的爸爸几次都说 要杀了他的妈妈 天有菩萨风云 他突遭哼祸 除了眼睛不常学 还有其他地方 终于能留了 是啊 爸爸理智全无 他慌忙求助 我先把你杀 杀了以后我杀 我们到六月时间 也从你家夫妻去 我都在你都干 我看大家拿回来 家世风波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一天天天天正像往常一样 在家里做作业 突然爸爸妈妈又吵了起来 吓得他赶紧的姥姥打电话 小正和妻子吵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最近两年 他们吵架的次数 不但越来越频繁 而且不断升级 甚至动起了刀子 小正去家里 要离婚也可以 他就到厨房里去买了个刀子 我先把你杀 杀了以后我杀 我们到另一个时间 成立一个夫妻去参加 小正说 他们夫妻俩吵架 全都是因为工作的事 早在1991年 小正刚刚参加工作 就进了一家 搞电子产品的合资公司 那时他的收入 曾经让小区里的不少邻居 羡慕不已 普通工人的话 一个月只拿100多 我们就拿到400多 二十年前 小正的工资 是别人的四倍 他的父母 一直以这个儿子为荣 可是到了1996年 刚刚工作了五年 小正就出事了 我的车速应该不快 我拐弯怎么可能快 他的可能车速快 之前下班后 小正像往常一样 借着摩托车回家 可就到他拐弯的时候 一辆货车迎面撞了他 就除了眼睛不淘血以后 其他这样的 就头上了 小正的样子 被随后赶来的父亲看到 这位老父亲觉得 天都快塌下来了 他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当时这个救护车来了嘛 来给他拆到救护车上 然后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我妻子 你就立即追到医院 在医院的奋力抢救下 终于把小正 从死身手里拉了回来 在家人的津津照料下 小正的情况 慢慢有了好转 好不容易苏醒过来的小正 不久就能下床活动了 但是让全家人费解的是 明明撞了头部 但小正的腿却出了问题 医院给出的解释是 可能是脑部神经受到了损伤 让全家人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 小正的腿居然也复原了 他看上去几乎和原来没什么两样 不久以后 小正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在别人的介绍下 小正认识了一位漂亮 而且心地善良的姑娘 当时人家见到 他那张子的腿是很好的 还能在华贵打球啊 那张子都挺好 儿子曾经遭遇了一场那样的大祸 如今不但痊愈 而且还那么快就找到了如意的伴侣 这让小正的父母特别高兴和满足 什么样的美化 是吧都挺好 他性格比较痴 特别痴 1999年 小正和妻子结了婚 两个人过起了甜蜜的二人生活 婚后不久 小正的岳母看到他们上班路途太远 还送给他们一套房子 这样两人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用在上下班的路上了 我妈这边车签 分了四套房子以后 然后就坐到我妈这边 几年之后 小正的妻子终于怀上了孩子 这让两人感到无比幸福 他们那时并不知道 在这幸福过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痛苦的生活 孩子还没出生 小正的腿就出了问题 本以为彻底痊愈了 可现在又复发了 小正的心里顿时慌了起来 也说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 然后他就是又说他这个腿这个原因 就是神经这一块又是什么 但他继续说他的原因也说不清楚 对于小正的腿 几家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 只能靠吃饶暂时控制一下 小正怎么也没想到 孩子出生以后 他的腿越来越厉害了 我有时候经常摔跤 你懂吗 然后人家就看 你怎么这样摔跤 同事才发现右脚就是有点问题 使劲用筋 前世的用筋 大脑在想着用筋 或者自己的肌肉在用筋 他就翘不起来 好在小正是单位的技术骨干 虽然腿脚不太利索 却受到了单位很大的照顾 除了身体之外 一家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小正觉得自己福大命大 用他的话说 除了眼睛不流血 哪都流血 你想想这伤得多重 单位也挺不错的 自己的腿脚不方便 经常摔跤 领导照顾他 每到刮风下雨 他就可以在家休息 以免路上出什么危险 可是好景不长 三年前 他的单位倒闭了 所有的麻烦事也都跟着找上门来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全家遭遇困境 等着这么大时间了 也没有一个人一分心 一个电话来通知他 就上班 我本来就这个 这问题 他照着下去 独自挑起生活重担 妻子痛下抉择 你爸爸妈妈都犯起 你来拨 我拨 家世风波 小区大事正在互职 天有不测风云 三年前 小郑所大的公司突然间倒闭了 小郑也就此丢了工作 小郑的妻子 每月只有1700元工资 掩护一家三口 几乎是入不敷出 每天的菜钱 你肯定要买的 你一千万块钱 如果在家里面 这一千万块钱 你要买菜 对不对 每天都要吃的 早点 反正 小儿你天天不能委屈他 他还要买牛奶 这也能给他吃 是索身 就几乎就没有车 看到他们的生活如此艰难 小郑的父母 把他们自己的房子 出租搬了过来 一时可以照顾小孙女 另外还可以补贴一下 两口子的生活 我们就帮他带着孩子 带两年多 买个菜 家里面生一个煤气 电 因为小郑的技术不错 在公司倒闭不久 小郑的妻子就鼓励他外出寻找工作 他不是有一季之长吗 我就叫他去到这个 看报纸 应聘 去到那个你对口的这个单位去应聘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以前他带着很多徒弟都找到那个工作了 对吧 我就就他 我说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应聘 小郑看到很多 他原来在公司里带着徒弟都找到了工作 而且他对自己的技术水平非常自信 现在这种合资公司在市内越来越多 小郑觉得找工作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在现在国外引擎这些设备都是器重设备的 我接触过这种东西 因为我跟老爷也安装过这种东西 我了解这种东西 但是多少次的应聘都让他扫兴而归 本来谈得好好的 只要人家一看到小郑的腿 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 小郑夫妇从最开始的希望 慢慢的变成了失望 最后变成了彻底的绝望 反正都是一样的 这招兵当位像您坐在这边 我跟你谈头了 他也不知道我什么问题 他有这种意向 他说那你明天去试一下 那我明天到人家单位 或者是到人家一个办公地点去的时候 一开门从这边走到您这边的时候 他已经看着 这正常 每次出去人家都是叫他回家等通知 等 等 等 那不就是在敷衍他了吗 对不对 等了这么长时间 让他也没有一个人一分信 一个电话来通知他去上班 一再的受挫 让小郑心里越来越烦躁 他经常莫名其妙地冲妻子发火 就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反正你也没爱他时 他就跟你两场 对于丈夫的心情 妻子特别能理解 平时他也是能忍就忍 但是他心里也有苦 他的苦又能向谁说呢 他受的委屈确实也挺多的 然后我也心里 其实我也心疼他 他也知道了 出去找工作 然后次次都被人家讲 但是呢 我这个面临实际问题 我还是要大家出去找工作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男人 男人们就要养家 我还以为小孩要养 你不能就这样子 就把自己给 饭吃了 还有自己找工作 但是他不知道 作为一个大男人 小郑何尝不想 让妻子和女儿的日子 过得无忧无虑呢 我喜欢让他们俩很幸福 我不想多幸福 他们能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到达东西我们不谈 人家能吃 都吃东西 你必须能吃到 我本来就是个妇 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 整天吵架 小郑的父母心情也越来越糟 他们住过来 原本就是为了帮他们渡过难关 现在反而因为两人 整天吵架而心烦 他是我老公 我肯定要有气的时候 我肯定要找他发泄一下 怎么办 那作为他妈妈 他爸爸呢 他也容忍不了我讲他儿子 因为他儿子身体本身也不好 他也有心疼 那儿子 又 又不让我讲 但是我呢 我找谁说去 我找谁讲去 我只能找我老公讲 对不对 今年四月 婆媳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 小郑的女儿要上小学了 爷爷奶奶想让孙女上重点小学 但小郑的妻子却觉得 重点小学离家太远 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 使日趋紧张的婆媳关系 更加白热化了 孩子上学的事情成了导火索 公共婆婆一气之下 搬回了原来的住处 现在 没了老人的帮衬 孩子又刚上学 正是用钱的时候 小郑妻子的一千七百元钱 怎么能支撑一家三口的开销呢 小郑和妻子这几年吵架 两天的老人也都看着眼里 记在心上 尤其小郑的岳父 觉得自己的女儿找了个残疾丈夫 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今女儿受了气 她坚决支持女儿离婚的决定 看来妻子这次是真的要离开自己了 自从丢了工作以来 小郑的心每天都在拴着 她感觉自己连一天的安稳日子 也没有过 其实小郑的妻子也并不好受 几年来 一家三口都把自己的工资过日子 开始还有公共婆婆帮衬 现在连她们也走了 如果不离婚 今后该怎么过才好呢 小郑的妻子感到从没有过的委屈和无助 我说你看你爸爸妈妈就从小孩生下来都没带过 小孩已经带到这么大了以后 才带两年就吃不了这个苦就走掉了 我说你看我妈为我们付出了 一套帆子给我们了 对不对啊 你们家人为我付出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 我说我好好的一个人 我找你 有的是图什么 妻子的态度和现实的生活 让小郑对婚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她甚至觉得离婚对自己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 但是真正到了要做决断的时候 小郑的岳母觉得还是要考虑清楚 于是她找到了郭凤萍 想问问自己的女儿离婚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郭凤萍给了她这样的回答 你家女儿能造一个合适的劳工 但是你女儿呢 你这个小孙女呢 小孙女们的亲爸爸俩 你要知道小孩这个性 你小孩上里上里多厉害啊 两个人离婚对于孩子的伤害是一生的 郭凤萍随后找到了小郑的妻子对她说 如果只是因为生活上暂时有困难 最好还是不要离婚 左思右想 这位妈妈终于做出了决定 郭凤萍知道 其实这对小夫妻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 他们只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冒成这个样子 要想顺利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 小郑很关键 由于残疾又没有工作 导致她的心态很不正常 于是她就隔三差五的去开导她 我妈经常讲 你想给女儿买个蛋糕 但是你以前B.1都能给她买的 以前买不起 她就是让你面对现实 其实说她讲面对现实的感觉 很舒服 我理解她 她理解我 因为她也是残疾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郭凤萍在一次工作中被人误伤 她的腿落下了严重的残疾 她的腿是在我们麦克小小镇 是八几年 是人家计划生意 她不是管计划生意 人家是三个人被扎着 一一扎着她的腿 现在还有干嘛 同样的身体状况 让小镇慢慢接受了郭凤萍的话 同时她刻意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这个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毕竟解决经济问题 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为此郭凤萍找到了小镇的父母 没想到一进门 小镇的母亲就伤心地哭了 郭凤萍跟小镇的母亲就伤心地哭了 不在一场中间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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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镇的父母商量 看能不能每月补贴孩子们一点钱 让他们先度过这个难关 以后再慢慢给小镇找工作 最终小镇的父母同意 每月给儿子和儿子和儿子媳妇一千元钱 小镇的妻子说 每当公共发了工资 就会给他送去 对于这一点 他心里很是感谢 你最先把你水电 为一日三餐都要钱 你如果他这时候说不管我们了 我确实是心 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了 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他这一千元钱给我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 为了彻底解决小镇一家的难题 郭凤萍一直在帮小镇 物色工作 现在他已经和一个小区的物业部门商量好 让小镇去当保安 再过一周 小镇就可以上岗工作了 我自己也不能我自己做 反正我不干还不行 反正能给大家做做 心里还蛮快活的 这些经过人民调解 化解的矛盾 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 就在群众的身边产生的 那么得到了化解以后呢 就大量的减少了形势安全的发生 那么就为和谐社区的打造 和平安社区的打造 创造了调解 别人解决切实的困难 郭凤萍和当地的民政部门 教育部门 工商部门 好多单位都特别熟 和当地的企业也很熟 因为他给人家解决困难 都得找这些单位帮忙 林林说 这些单位啊 还都挺给他面子 大多数经过协商的事情 都已经找到了办法和出路 郭凤萍说 其实他们不是给他面子 而是因为他们也希望 通过郭凤萍搭建起来的平台 多做点实事 多献点爱心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